同学们好 我是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李磊老师 欢迎大家选修科学技术史这门课 我们今天要探索的内容是 现代物理学革命 The Modern Revolution in Physics 这个话题分为 现代物理学革命的序幕 相对论的建立 量子力学的建立 三个小节来讲 现代物理学革命 是一个公认程度很高的概念 与之前戈白尼到牛顿那一段 被称为近代科学革命一样 基本上没有什么争议 也就是说 在科学哲学界的库恩等人 提出科学革命概念之前 近代科学革命和现代物理学革命 就早已在整个科学界和一般知识界 成为公认概念了 如果同学们中间有第一次认真接触这个事情的人 那么我们应该带着问题 就是一种理解的指向去学习 就是说 一开始就应该有一种 想要搞得明明白白的意向 既然是革命 那么是革了什么东西的命 革成了什么 科学革命和科学发展 有什么不同 这场革命的由来和影响是什么等等 希望大家在学习之后 能感觉自己对这些问题已经很清楚了 事实上 学习之段内容 不仅是增加科学史知识 对深入思考科学究竟是什么 什么是科学发展 都很有注意 下面是第一节 现代物理学革命的序幕 要了解和理解现代物理学革命 一般可以分为三步 第一步 了解经典物理学 在十九世纪末的状况 经典物理学和现代物理学 就是以现代物理学革命为分界点的 革命之前叫经典物理学 革命之后叫现代物理学 这个虽然符合时间关系 但主要不是为了时间先后而进行区分 主要是这两种物理学 恒大程度上有质的不同 所以是一种质的区分 刚才说问题之一是 革了谁的命 就是革了经典物理学的命 十九世纪末 科学界自己 对十六世纪以来的科学发展 很满意 认为物理学的大厦已经建成 今后只需进行一些 修修补补的工作 或者进一步提高精确度的工作 经典物理学理论 主要由三大块组成 牛顿力学 包括流体力学 钢体力学和分析力学等 统计力学和 麦克斯威电磁波理论 三大块 很好地解释了 力 热 电 光 生 五大经典物理现象领域的 惊艳事实 为什么 三个理论解释了五个 因为 生学是力学的逻辑推论 光学是电磁学的逻辑推论 而且各自都是一个演绎体系 都有预言系统未来状态的方程 更重要的是 商者基本上是统一的 统计力学是对牛顿 指点的统计 波动学说 也是将指点力学 推广到连续弹性介质 似乎科学作为一个事业 已经基本接近完成了 但是 三大块还没有完全融为一体 否则就不用是三个理论 而是只要一个理论就行了 当时很少有人觉得这是个大问题 以为不久就会往上 然而就是这个没有完全融为一体 出了事情 统计力学 作为一个描述大量微小粒子 运动的宏光表现的理论 是建立在机械相加假定的基础上的 事实上 统计方程和当个粒子的运动方程之间 还没有建立起决定论的逻辑关系 而电磁波理论 按照指点系牛顿力学的观点 波是整栋在弹性介质中的传播 所以传播电磁波的介质叫以钛 然而这个以钛很古怪 它存在于真空中 那还叫什么真空 弹性很大 却观察不到 所以三大块并未真正统一 其实有裂痕 当时以为问题不大 其实问题很大 于是就潜伏着革命 第二步 要了解 19、20世纪之交 物理学三大发现 和物理学上空的两朵乌云 这可以说 是现代物理学革命的 直接由头 三大发现 1895年 德国的伦秦发现 X射线 1896年 法国的贝克勒尔 发现放射性 1897年 英国的杰杰·汤姆逊 提出电子概念 当然 发现现象是一回事 从物质结构上 给出解释是另一回事 那需要众多科学家合作 进行一种持续的努力 三大发现 基本解释清楚 是20世纪初的事了 所以叫做 19、20世纪之交 物理学三大发现 对科学史还不太熟悉的同学 最好不要以为 三大发现 是三个天才 或幸运儿分别发现的 这不利于理解科学 科学是一种 知识和方法 共同体的事业 需要不断地交流 辩论 认同 积累 要多了解 伦秦之前 那些用真空管 观察阴急射线的 一大批 先驱们的工作 以及伦秦之后 居里夫人 卢舍福 米里根 等很多人的重要工作 这样才能尽量理解 科学研究的实际过程 需要明确的是 三大发现 最终引起了对原子结构的研究 但并不是一开始 就有这么一个革命性的目标 前两大发现 一开始只是在 经典物理学的框架下 用实验研究 阴急射线的性质 可以说是无意中 揭开了物理学革命的序幕 揭幕者自己并不知道 接下来的剧情有多么精彩 第三大发现 即电子的发现 正式开启了原子结构的研究 但最初 仍然是用经典物理学的模型 进行解释 包括卢舍福用油核模型 对阿尔法粒子赏射实验 进行解释 这是一个真正伟大的工作 可视为现代物理学的真正起点 按一般的理解 革命是危机促成的 没有危机干嘛要革命 但是直到卢舍福的工作为止 并未显入危机 危机是从两朵乌云开始的 我们这里先讲三大发现 后讲两朵乌云 并非因为实际上的时间先后 这些科学研究事件 都发生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 各种相关研究都持续了一段时间 时间上是从何交替的 两朵乌云的说法是由凯尔文勋爵 就是绝对温度的单位K 以他的凯尔文的首字母命名的这位 于1900年4月 在英国皇家学会所做的报告中提出的 这个说法表明他对科学全局的把控 和未来研究的前章性思考 非常到位和敏锐 未来的研究的确是由两朵乌云引发的 但凯尔文勋爵也没有意识到 后面的事情有多大 我们先来看第一朵乌云 是寻找以太失败 即光测以太效应的实验 显示出不存在以太效应 由于以太是传播光的介质 所以对于经典电磁波理论很重要 电磁波理论的杰出创建人麦克斯威 和其他很多科学家 都提出过光测以太效应的实验的设想 什么叫以太效应 比如空间中有空气 我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但当我们跟空气发生相对运动的时候 你就感觉有风 风就是可光测的空气效应 以此证明空气的存在 如果真空中有以太 在适当的仪器在其中移动时 应该能测出以太风 这类实验最著名的是 迈克尔逊莫雷实验 这个实验的光学原理很简单 当光源和反射精之间的距离固定时 如果仪器跟随地球自撞在以太中运动 水平放直仪器和垂直放直仪器 光从光源出发 再被反射回到光源 所走的路是不一样的 水平时是直线来回 垂直时是走了有三角形的两条边 当光输横定时 水平来回和垂直来回所用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这个差就是以太风效应 大家看这个根号 c平方t平方加v平方t平方 后来狭义相对论公式里面 总是出现了根号 1减v平方分之c平方 那个著名的系数就是由这个差决定的 这个差很小 我们感觉不到 但法布里波罗钢色仪能测出 理论预示 这个差将表现为0.37个钢色条纹宽度 但实测最多不超过0.01个钢色条纹 这显然不是真的有差别 而是实验误差而已 实验表明二者没有差别 这个麻烦就大了 我们后面再说 第二朵乌云叫指外灾难 指的是黑体辐射实验的实验结果 与理论预言高度不一致 这个实验测的是辐射频率与能量的关系 实验做出来的是这条正态分布曲线 根据能量均分定律 从理论上推导出的 是这条锐利精湿曲线 两条曲线在低频区吻合得不错 但随着频率增大 实验曲线是经过一个峰值之后 开始下降为0 理论曲线则是迅速飙升到无穷大 这个差别太过分了 不是修修补补能解决的 我们前面说了 统计物理学的定律 并没有做到从当个粒子运动的方程导出 现在问题出现了 就当个粒子而言 当然是频率越高能量越大 按照机械论和欧极里德公理 一群大能量粒子的总能量 当然也大于一群小能量粒子的总能量 所以这个实验结果不可理解 很麻烦 两条曲线在紫外区的天差地别 被称为紫外灾难 当然这是个逻辑灾难 但科学讲的就是逻辑 以太问题属于电磁学 黑体辐射问题属于统计物理 前面说经典物理学三大块 还不完全统议 现在裂痕终于暴露了 所以说 与其说两朵乌云 不如说两道裂痕 因为这不是呼嚷才飘来的云 而是一直就在的裂痕 只是现在才发觉 问题很严重 如前所说 以太是电磁波理论的基础概念 能量均分定律也是一个基本定律 二者的对错与否不是单独的 而是牵扯整部物理学的 于是这被看成一场危机 一场物理学到底还行不行的危机 后来 危机的解决引发了物理学的基本框架的变更 引发了时空光 物质光的大变化 新的理论不是由旧理论在逻辑和实验上进行修补而得出 由很多另起炉灶的工作 得出了令人震惊的新理论 所以叫物理学革命 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 再见